大家好,我是金针菇Mushroom 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看一下 人体漫画 植物大脏僵尸2 超级病菌大对抗 心脑血管疾病究竟有多可怕 普通 大夫的心脏像弹簧床一样 真好玩 就是弹得有点慢 心脏示意图 因为大夫正在睡觉 成人在安静的时候 心脏的跳动频率是60到100次每分钟 牛仔僵尸 炸弹装得怎么样了 快装好了 还要多久啊 博士已经等不及了 让我们再玩会儿吧 很快 马上 再过大概一小时就好了 一小时后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把炸弹装好就车吧 4分57秒 出什么事了 大夫的心脏出现了奏停 刚刚才被抢救过来 他好像得了一种罕见的心脏血管疾病 心脏血管疾病 有这么可怕吗 大脑是人类生理活动的总指挥 而心脏被称为人体的发动机 维持生命的血液就是由心脏输送出来的 它们被生产以后 由血管运送至全身各处 心脏血管出了问题 不仅会造成头晕胸闷等症状 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 严重时还可能危及生命 心脏血管疾病可以通过调节生活习惯来预防 比如规律运动 规律作息 多吃蔬菜水果 以及适当吃一些鱼肉 鱼肉 鱼肉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这种成分可以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 不过我找你来 是因为我们在大夫的心脏上发现了这个 啊,是电视炸弹 菜蛋专家在哪儿 这里没有菜蛋专家 只有手术医生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